主席,前期工程已經超支超過10%,62億,多了8億 可以計算,40億不要計算,香港人大家付錢 估計那麼難,不是怎樣說本土 我經常問處長,很多種方式監管,很複雜 我現在向你指出,你根本沒有談論 你委託地鐵,地鐵就too big to fail 他說,這樣就這樣 難道他所說的事情,你可以說不做嗎? 不做嗎?他就不幫你管理 很簡單,我們整個問題就出了 你如實交代,到底誰決定用什麼合約去履行工程 第二就是,你那個價格調整準備,混合數 那個就是,你們自己有一個指數 到底簽約之後,那些東西 fluctuate多少 有一對的,然後再對你的QS 就是,你做了多少事情,這個就是實際計的 但你現在超作,你因爲工程落後而超支那些,那些數 你又放進去,就先拿了價格調整準備 如果就算那裡是沒有的,你都會將那10%撥過來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呀?阿哥 是不是這個意思呀? 是不是這個意思呀? 副局長你答答 請老政署同時 多謝主席 梁議員問到,以什麼合約的形式來推展項目呢? 是港鐵決定的 因為我們是委託給他整體項目的推展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責任來的 多謝主席 主席 那就是答周等於廢答 其實就是港鐵 因為港鐵不做這條鐵路 他覺得不能做 你們要好大喜功做 那你就一定要聽他說 那還說什麼?有幾種方式? 他說這樣就是這樣 我真的沒聽過有一個太上皇 是這麼厲害的 梁振英都沒有這麼厲害 浪費時間 主席 我現在根據這個會議規程 我認為應該終止這個文件 即是終止這個議項 我多給五分鐘 你還是要終止? 喂,那個... 現在答不到啊 好,請你講講 你講講 你用三分鐘講 為什麼你要終止這個項目 主席 你剛才說三分鐘 不是我講到五分鐘才會 你真是一時一樣 主席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都是誓死抵抗的 因為沙中線真的冤到不堪 你那個下角公園 說探不到土 萬必議員問你 你說有張相片 是看到為什麼做不到的 喂,那張相片應該在哪裡啊? 現在什麼世代啊? WhatsApp給我也可以啊 不用來這裡啊 WhatsApp啊 我的電話號碼 9410603 你WhatsApp給我啊 你在這裡說什麼? 上次那個咬牙切齒 問你為什麼下角花園那裡不行 你說我們有的 我給你照片看 很難在這裡施工的 說一下也有個星期啦 我都審完了啊 登案 上個星期還被人在審 你當我們什麼態度啊? 是不是啊? 喂 你真的欺負我們啊 39人簽名 譴責 齊心 現在只有三個人 十三分之一 還有一個班長在那裡 39分之四在那裡 這是什麼議會來的? 就馬上叫我們不要再問了 這麼關心香港人 39人下來問嘛 不是走去中聯辦叫你簽 就說 誰去台灣 不要玩這些事情啦 如果不是中聯辦叫他39人 你以為真是廖長江打得啊? 人大代表啊? 你現在當議會是什麼? 真的講錢 講億億聲的 就以為我們浪費 講那些無厘頭的 連資料都錯的 就39人一齊出來 什麼議會啊? 梁國雄議員請你回到這個項目 不是 真的是慶的嘛 主席 你慶還慶啊 你會又慶啊 你不要用我的時間去慶 你快點說回這個項目 主席 很簡單 不要緊 你可以裁我離題 不是 你是離題嘛 沒錯 很簡單主席 我現在就請 那39位議員下來 就沙中線表達 否則 沙中線超知 或者將來超知 這39個人 是要向香港人負責 是不是啊 你這個議會議員做什麼的? 因為罵我們嗎? 喂哥 平時就說 我們為香港人做事 那麼你現在 超知超到已經是等於提款機 我正在問你 什麼合約 怎樣好些 你說很複雜 但是解釋 我再問你 原來是地鐵決定的 那我想再問一句 到底是地鐵 統治香港 還是梁振英統治香港 以前就說馬會、匯豐 統治香港 現在是不是地鐵統治香港 是不是馬時空都統治香港 馬時空都不用來這裡的嘛 我想訂他都不行的嘛 主席 本人 就是講這件事 你們全部都已經過了時間 現在這邊是 提款機 人肉提款機 Online 用電腦馬上過數 現在坐在那裡開會 都覺得辛苦了 我都說了 現在多了些人 昨天39人很齊心 現在你看 一說到為香港人把關 都沒有人的 我們用多過你 是不是 花時間的 Online的事情 就是將來不用開會 主席 你不如叫梁君彥改 Online開會就可以了 就這樣過數 check room 是不是 喂大哥 搞定了 有什麼事呢 立法會這麼好的地方 拿來做別的事 是不是 大家 拿著手機就搞定了 是不是 不是啊 我覺得 主席 我提出收回法文件是對的 麻煩 贊成20 反對29 我宣布這件事是遭否決的